创作才女陈启珍 今年底在台北小巨蛋 举办了四场演唱会 获得歌名广大的回响 而她的新专辑成绩也相当的亮眼 光是预购就突破了三万张 出道了15年 陈启珍创作的歌曲当中 很有她独特的人生哲学 而这么多首陈名曲 到底她最喜欢哪几首呢 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的 一身火红的滚鞭礼服 如玫瑰般从五公尺高的升降台 缓缓降下 睽違两年创作才女陈启珍 在小巨蛋深情开唱 孤单难以预留 我想我时我会慢慢疯了 一开口台下歌迷 立刻陶醉在陈启珍 清新独特的嗓音 大学时期出道至今已15年 但回想当初选择音乐这条路 陈启珍也有彷徨困惑的时候 把唱会公司跟学生生活好不一样 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还不足够 所以面对那种未来有可能的恐惧 然后也会很怕自己会不会有天 我进了 真的如果我进了这个行业 我会失去现在我最珍贵的东西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陈启珍的粉丝一定不会错过这首旅行的意义 这也是陈启珍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几乎每场演唱会都少不了这首歌 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我抛出一个疑问 就是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听众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回答我 也帮助我自己找到这个答案 可能珍惜也能显保你现在的你自己 可能就是最大的意义 走到台下与粉丝互动 还举着麦克风帮忙收音 陈启珍亲切十足感谢歌迷一路支持 演唱会获得满堂菜 陈启珍日前也发行新专辑 继续用她独特迷人的魅力 在华语乐坛中绽放光芒 拥抱你 昨晚一场美梦